欲雪麒麟刺 来自神兽的致命一击 双剑合璧 天下无敌 双子座带你纵横刀剑 与情动人的高手姐能亲手的大鼠哥 我今天带来的是全程的麒麟刺的视频 当然了 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的视频第一段是不完整的 第一段是打这个个人禁忌 本来呢 今天是想给大家打个个人 看看我能杀多少个人头 但是没办法 这个麒麟刺过于给力 然后才打了两分钟左右被人踢掉了 然后我就去玩了一把那个羊羊牧场 毕竟这个模式离我们已经离开了几个月 有点想念 就去当了一把抢夺王 夺取王 对 一般大鼠哥玩这个羊羊牧场这个模式 都是当夺取王 我相信这个也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了啊 因为我是很讨厌 把羊到手了以后站个站在哪个地方 那个缩在那个地方啊 不管我身上有多少羊 我出去就干出去就杀 这就是我性格好吧 那个喜欢的伙伴可以点个关注 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打这个个人禁忌 哎 今天呢 是在这个广东一去打的 所以我今天这延迟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我说这把麒麟四是神器呢 你们看我的延迟 我延迟是90多啊 想象一下90多的延迟 我到最后的比方应该是20几比5吧 我不记得是20几了 哎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出来 这个比方的话 如果我再杀下去啊 今天打个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 但是很可惜被踢掉了啊 然后心情瞬间就不是很美好 我就去打了一把洋洋牧场 娱乐了娱乐了一下好吧 所以后面的视频也就是娱乐了 这个今天也确实谅解我一下啊 没有能够完全打到底 被人踢了 你被人踢了 你心情肯定也会稍微有点不爽吧 不管说爽不爽 要有点波动是吧 行 那个我就这样 所以呢 我呢一路之下去去当夺取王了啊 我看谁都不爽 看谁都要杀 不管你身上有没有羊 有羊没羊 我上去就干 所以也不要说我后面打那个洋洋牧场 为什么大厨哥不是第一名啊 为什么不是第一个分数最高的人 我根本就不是去得分的啊 我是去杀人的 就这么简单啊 我打那个洋洋牧场 我不是去得分的 我也不是去拿第一的 我就是去抢人的啊 杀人的 就这么简单 过来 直接又是一拳啊 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么高的延迟 我一般很难杀到很多人 但是拿这个麒麟次就是不一样啊 他的神奇之处就是延迟再高 照样能杀啊 只不过说杀的战绩好坏嘛啊 多少而已 如果是再卡一点 上150200的延迟 那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地方踢掉了啊 就很容易踢掉了 哎 我直接给他去切掉吧 那边都11个人都同意了 那不就踢掉了吗 因为我这个号大家也看到最近都用这个广东医区的小号 这个是我的小号 广东医区 所以呢 也没多少人也没什么人认识我 所以被踢也是很正常好吧 我就直接来到这个洋洋牧场 这个刚进来也是进来不久 然后这个时候大厨哥已经是杀红了眼啊 我是见谁都要干啊 我什么都不管 过来 这个想当夺取王就要有这个这股狠径啊 这不管是谁上去就是干啊 管他有没有羊 哎 有羊没羊关我什么事啊 我是来打人呢 我又不是来这样 抢第一的哎 你看哎 这小伙刚才想挑那个箱子 我直接从下面来截掉了一拳 马回到他举花上 这边哎 这有个蓝盾啊 他有个盾啊 他而且站那么高 我跳不上去 这个地方怎么跳的 哎 这个到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说说点实话啊 这个大厨哥这么多年 我不会跳箱子 我真的不会跳箱子 什么箱子我都跳不上去 除非那箱子很矮 因为我玩刀战 你们也是知道的啊 玩刀战 基本上就是用不到什么跳啊 除非偶尔打两个跳机 那个像后跳啊 这种这种按键 根本我就按不出来 玩刀战根本就不需要后跳 好 所以呢 这个刀战跟什么幽灵模式 生化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你如果玩起来 真的不一样 你像玩生化玩幽灵 都是要跳来跳去跑过 你刀战跑什么哭啊 你再跑 我照样一拳 把你从天上打下来是吧 没用啊 没啥用 就是干 就是做 像后跳这个键 为什么我按不出来呢 我因为我把S键改成了 ALT这个键 你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的键盘 空格键左边不是有个ALT吗 就是说我的拇指 是用来按ALT这个键的 所以你说我这个拇指 同时又按跳 又按ALT 你这是在考验我吧 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也有可能 你拇指同时按两个键嘛 是吧 那就可以做到后跳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像我们这种改按键的人啊 你既然选择了玩倒战 选择了当高手 选择了改按键 你就基本上就放弃这个姿势了啊 就不要再有后跳这个概念了 就上去就是揍啊 是吧 你可以往前跳一下 但是也是偶尔的跳 跑酷 那就更别说了啊 跳这个键都不灵活 你还还往哪跑酷啊 就老老实实的啊 咱们原地硬钢是吧 就站路硬钢啊 就这么简单 哎 我这 我怎么最近这么这么倒霉啊 我每次羊抢的差不多了 我就被人变成紫羊了 你说讨不讨厌人是吧 过来 哎 没打到啊 被这个衣服头给劈掉了 再来啊 现在的话 我这个分数还是很很靠前的 如果我这一局 想拿分数 就是最高峰 想拿ace 其实有很多机会 我只要啊 把那几个找到找一些人 把他的羊杀的 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 或者跑 或者说我也像他们这样啊 找一个箱子 我也去跳 也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我觉得如果我这个视频发出来 全程就蹲在一个地方 在那耗时间 我相信大家下面 别说看了啊 下面别说骂了是吧 连看都不想看 所以这个就怎么说呢 我还是啊 多杀点人 是吧 你看就这样 就硬刚 送什么送啊 往哪里跑 一只羊也是我的 跪下 说跪了 没羊 没羊就以为我不杀你了 是吧 哎 我感觉到处都是人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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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闪一下 好的好的 后面有个拿刺刀指护的 把个蛋 没羊我照杀是吧 哎 这打着打着 后面来个人啊 害得我这个菊花一锦 思路都不清晰了啊 来 我身上现在羊是 哎 我这 真想说呢 怎么上面走下来了 还不是在上面的人吗 没注意看 哎呀 这张地图的话 这个版本还在开 不知道下个版本会不会再关闭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腾讯就比较喜欢开开关关的这个这张图 其他的地图应该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 去年一开始刚玩的时候哎 觉得也还行 很放松 很休闲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过来玩一下 你就像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啊 上去刚杀了来个头 还没怎么干 上去就被踢啊 所以心心心不好就来干这个嘛 现在真的 我觉得这个广东一区这边 他就是说 怎么说呢 完全不带犹豫的啊 看你不爽上去就踢是吧 跨不投机上去就踢啊 都都不带犹豫的 直接像我们那些区的吧 我在江苏去玩的时候 经常会被打到11分钟多 就快结束的时候来踢我 是吧 这个区就直接开始啊 看你不让人踢掉算了啊 都不想见到你 哎 哎 哎 好啊 他跑不掉了吧 你往哪里跑 又是一拳 是这个怎么上去啊 算了啊 我不管他 我反正又不是来抢封输的啊 他有那么多羊 没那么多羊 关我什么事啊 我是见谁干谁啊 从哪 从哪走往哪跳啊 见谁干谁 哎呦 这还有一个 我上去 哎 他有个蓝盾 有个蓝盾的话 需要两拳才能把他打死 哎 跑得很快 他有个黑羊 哎 怎么感觉后面有人打我 跪下 哎呦 我也跪下了 这个旁边的人有点多啊 不要调劲 就这样啊 是什么 夺取王 夺取王 你就是要 不能怂啊 见谁躲谁 这身上没羊 我照样给他干 你看 哎 就这种 我没羊啊 我看到别人没羊呢 这个照样干他 哎 这个人 好好 我来了 哎呦 我这拐弯又遇到哎呦 被那个屠龙给一下干哎 他这个地方怎么上去了这么这么高的箱子也跳得上去啊 呃 黑好 算了算了啊 我走了这这片区域不属于我哎这人卡住了把干掉啊又是一只啊我现在去去去去找个有人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哎前面这个人我看不见我看不见能不能打他看不见啊好的他显身了 他想换手 这里往哪里走啊直接干掉好吧只要能显身啊就能干到他除非他永远不显身那就得撞运气了是吧 哦哦哦就有一个啊刚抢到刚抢到一匹羊又干了一个好的啊我现在身上羊又有了来一转身我怎么发现我不能拿羊是吧我就一拿羊一转身后面就是人啊没关系啊再来还有时间呃今天就要是要多抢一下哎好的现在我也隐身了啊我隐身呢就得去干点坏事了 别人隐身的时候能杀杀到人啊我这个隐身的时候也绝对啊不能够比他们弱是吧我来 看一下前面这边有一个人哪里跑 哪里跑啊又是一拳好的哎刚才这个是这些站在上面的人也是挺不老实的还知道下来啊看到有转头他就知道下来跪下 就把他干掉了啊这边哎呀这这这个这个时候死的还是比较多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因为这个一直在下方游走啊很容易磕磕碰碰啊到处都是人这边好的啊又是一拳这个麒麟刺啊打的是真远啊这个东西速度很快走移动速度也快是攻击的速度也是快他有这个效果 来这个神器嘛神器当然是要不一样而且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闪红的这一圈他可以加长的啊本来这七零次一圈就有两三米加长了以后一圈就四五六米了是吧哎这这个人有黑羊啊我决定把它给干掉 哎别跑跑得这么快啊这个黑羊有什么效果啊估计长得丑一点啊哎就隐身了人哎真的好哎这一圈都打到了啊他刚才都已经看不到了只能看到个名字啊照样一圈把它挥死完全没有距离的啊瞎摸啊瞎碰也能碰得到哎我这个人活了很久了吧这边哎你看后面跟着这么多的一样啊我等一下我绕一圈 这个这个这个你爱宝哪里跑好的吧干的我现在其实都已经不假养了但是我照样杀是吧啊照样杀又是一只我怎么怎么两个都是隐身的好啊只要他敢现身我就哎这个蓝色的羊蓝色的羊我上去啊抓到那个蓝羊的话是有两条命啊不要挡我路挡我路着啊直接杀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哎呦刚上去那地方就出了一个屠龙啊 把我给干掉了这个蓝色的羊刷出来啊大家都过去抢是吧呦呦呦哎这小伙你看这小军刀这是灰的啊哎这我一拳就把他给堆上了哎 怎么到处都是人啊上来呢砍了我批了我两斧直接把我给干掉了 嗯再来再来再来你们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估计前面的第一名还前前哪一名基本上他就没怎么动过 根本人都没换我哎找个地方在那等着赢了我觉得这张地图吧都已经玩到啊进来在那耗时间站个12分钟在那里等赢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意思吧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在这里呢也可以让大家就是说 嗯打个赞成或者不赞成嗯如果说赞成大厨哥这种啊玩这张图的话赞成一直杀人不管能能能能不能拿第一呃大家可以打个赞成如果你觉得啊分数最重要拿第一最重要你可以打个不赞成好吧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啊你就觉得像我这样啊不管什么第一不第一分数不分数上去就是干啊就是就是咋就是揍啊 这种这就可以打个赞成啊赞成我打大厨哥这么做如果你觉得啊分数还是最重要的啊进来的话还是找个地方啊躺赢位置那你就可以打个不赞成我也可以啊统计一下看一下大家最近就是说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模式吧喜欢一个什么样的游戏玩法 或许因为我这么激进的打法也不是太适合也不是太受所有人都喜欢啊总会有人不太喜欢这样是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嗯过来看一下现在的话金色的羊已经出现了但金羊被谁拐去了呀哎这一回头被人埋伏了哎呦真是够倒霉的好这边有人一拳啊打了个哎呦我又下去了哎这个 这些人啊补到补得很快吗直接就跟过来了来又是一拳哎跟我面对面啊硬刚是吧那我还会怂他哎我怎么死了怎么后面又有一个人脱袭我哎呦最近死老是被偷袭是吧也是因为心情比较紊乱啊基本上没怎么注意身后啊上去就是干嗯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或许会啊更加注意周围你看哎这个拿金羊的哎不贵哎我归下了啊 不要紧这个金羊我吃我肯定会抢到他一次的啊不管最后是不是我的你除哥是一定可以抢到了来我来了好啊哪都不要去你往哪里跑 哎呦拿着拿着给我跪跪跪跪跪跪跪下啊抢到了啊看到没有啊金羊在我手里就抢到了但是抢到归抢到好像是保不住啊那些人老冲我就来再走到死路里去了你也真的今天也是够倒霉的连点想想赚的地方都没有那个好哎这时候又被干掉了看能不能再抢到了估计是没多大机会了啊时间已经不够了 那么的话能够支持大厨哥的伙伴吗啊还是给我点一波关注好吧那夺取王大厨哥是我的吧一个尼兹这个号那么就